当初会假装阿线勾引蓝旺姬 也是因为觉得她对阿线感情不纯 想要向阿线证明 蓝旺姬对阿线的喜欢不单纯 结果是我自己做错了 现在误会都解开了 你怎么还会这么想 天啊 什么 魏莫然还勾引过自己弟弟 当初蓝西辰还不知道此事 这样听魏莫然一说 信息量好像更大了 蓝西辰把思绪整理 说道 可你那晚叫了魏公子的名字 我叫阿线了 魏莫然自己也很懵 思索片刻道 可能是那段时间 我和阿线的误会太深 一直没有解释清楚 事情在我心里积压着 才会叫她的名字 蓝西辰竟对这个解释无法反驳 扑魏莫然突然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蓝西辰心里乱作一团麻 旁边这人还笑出了声 心里莫名恼火 原来就因为一句梦话 让你对我忽冷忽热啊 为何不早问清楚 魏莫然笑道 蓝西辰心里现在真是各种气 也不知道是气自己还是气魏莫然 反正是气到不知道说什么好 蓝兄若是喜欢听 以后我便叫你的名字 魏莫然调侃道 手里的扇子伸过去拖住蓝西辰下巴 身子也向蓝西辰清了清 蓝西辰眼睛向下瞥了瞥 又看向魏莫然 气到胡闹 说吧转身不去看她 魏莫然刚要开口说话 身后便传来一句 二哥 那两人同时转身看向声援 是金光瑶 带着些假笑道 二哥和魏公子畅聊许久 我便忍不住来看看 宴席快开始了 尽快回去入座吧 好 蓝西辰回复她 便动身回去 魏莫然紧随其后 与金光瑶擦身 便觉得此人来者不善 绝不是一个表面那般阳光随和之人 或许又是一场强大的心理战 宴席上自然是各家与各家坐在一起 来的都是聂明觉相熟的各大世家公子或家主 魏莫然身旁自然坐的是江城 蓝西辰因为是独自来的缘故 同样一人前来的金光瑶便与他同坐 灭明觉坐在主位 与大家饮酒酗旧 蓝西辰与旁人不同 只有他一人饮茶 除了与周围人对饮寒暄 时不时看向魏莫然方向 那边之人始终同周围人聊的投机 并没向这边看过一眼 蓝西辰心里的不爽始终挥散不去 二哥 这是看谁呢 身旁的金光瑶果然是看到了蓝西辰的眼神 便笑着问他 没有 随便看看罢了 蓝西辰将眼神收了收 看着金光瑶笑道 顺势举起杯子敬他一杯 二哥为何不饮酒 金光瑶问 家归敬酒 自然是不便饮酒 所以以茶代酒 希望三弟莫要嫌弃 怎么会 那我便进二哥了 说着金光瑶与蓝西辰碰杯 双双引下杯中之物 江城看到对面那两人对饮 想起魏无羡说过 蓝西辰与魏莫然关系特殊 便戳戳魏莫然提醒道 魏大哥 对面的泽吾君和旁边的那个金氏 好像关系不错啊 魏莫然笑笑 说道 那人是灭宗主的拜把兄弟 所以便与蓝兄也是兄弟相称 三人之中排行老三 可给我的感觉 怎么那么奇怪呢 笑容里带着几分虚假 魏大哥 你可要看好泽吾君啊 江城盯着金光瑶 说着 扑魏莫然笑出了声 看着江城眼神锐利的样子说道 他人兄弟之间的事 我一个外人怎能插手 何况我什么身份 谈和看好啊 魏大哥 你和泽吾君不是关系特别吗 江城回头皱着眉 疑惑地问 没什么特别 只是个要好的朋友罢了 阿县成为韩光君的道理 已经把蓝老先生气够呛了 泽吾君是将来蓝家家主 我的身份无法高攀 魏大哥 你什么身份啊 怎么说 也是我江氏之人 怎么就配不上他们蓝家了 江城听了这话 倒是打抱不平起来 魏莫然摇摇头 果然像江城和阿县这样的少年 只顾潇洒地活着便好 人情世故总是需要积累的 魏莫然向江城说的那个方向看了看 对上金光瑶的目光 两人虽互看不爽 但还是得相视而笑 点点头将眼神错开 被江城提过之后 反倒不自觉地 向蓝西沉的方向看上几眼 怎么解释魏莫然的情感呢 大概就是魏无羡 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小孩 而魏莫然已然是个懂事的少年 两人便失去父母 一同进了江家 虽然江家的家主江丰年 和小辈江城江艳离对他们都很好 可家母一直看她两人不顺眼 从小魏莫然为了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家庭里 保护自己这个爱闯祸的弟弟 便表现得格外沉稳懂事 从父母离世开始 魏莫然在乎的只有一种感情 那便是亲情 以至于到后来 好像也再生不出其他情感 也就能理解 为何当初为何会做些荒谬之事 想要阻拦魏无羡 与蓝忘记的情感 虽说如今魏无羡 已经被蓝忘记收了去 没有什么特别的牵绊 但懂事得太早 理智得太久 再加上对自己身份的不自信 让魏莫然 无法也不愿去看清心里的感情 或许早在蓝氏一行人来到江家 在门口相遇时的一眼 虽不知道蓝溪尘是欧 就已经觉得蓝溪尘很特别了 可是他并没有在意自己的一念之间 到如今也不愿意看清自己 宴席结束 灭明诀送了众人 将金光瑶 蓝溪尘和魏莫然留了下来 魏莫然与江城道了别 便会厌听问明情况 灭明诀道 说来惭愧 我聂家的祖坟 实则也是镇压刀铃的地方 现如今不知是何惊动了刀铃 竟已然到了压不住的地步 蓝氏擅长音律 而将是魏兄两人擅长扶咒 专针对于此 迫不得已便将大伙留下帮忙 此事也不好声张 只能宴会散去才告知各位 灭某实在惭愧啊 魏莫然会议一笑 回应道灭宗主无妨 这几日我便留在这里 定尽力帮您解决此事